金華城案延燒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無保請回 台北地檢署題抗告成功 高等法院在下午裁定 撤銷原裁定 全案發回台北地方法院耕裁 而理由也曝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高院認為柯文哲是否真的向他所主張的 相信去專業性 且為多數覺知都委會決議 而且對金華城案情毫無所惜 或未曾懷疑 仍然有救命的必要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陷入北市金華城容積弊案 集合庭二號北院裁定無保請回後 檢方不滿提出抗告 經過一整天審理 高院絲毫幫忙 正式宣布發回跟裁 發回跟裁理由曝光 主因就是任地柯文哲 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尤其比對同案被告彭正生 以及被告查扣之 隨身物品記載內容 發現柯文哲積極介入金華城 等客觀情勢 高院強調柯文哲是否真如自己主張 對本案情結毫無所惜 或是未曾懷疑過 本案有違法疑慮 還有救命必要 因此正式裁定 檢方抗告成功 公距離840%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也沒有證據說 柯文哲有去干預過這個案 民眾黨也發聲明表示遺憾 更呼籲檢調別踐踏 正當司法程序 如今檢方抗告成功 接壓題預計5號重新開庭 柯文哲計劃成案 漫長司法戰 也才正要開打 這台被綜合登到 谢谢大家